哈囉 早安 目前是快9點 練習的是Electrat AI51 終於到51 前兩天 因為電腦還是有 兜兜續續有 當調情形 今天有恢復正常 延續情者51 物件變形 還有個別變形 重點在變形 忘記畫圈圈 重點在變形 針對物件和個別 接著 很重要的一則 高技巧 實用體 Tubizzen老師 練習 練習一下物件 練習個別 練習一下 操作方法 剛才已經帶了 測試練習 很簡單 但是也是很容易出錯 譬如說呢 之前畫的雪花 那假設我畫了很多 我針對物件 譬如說我針對紫色的 點開一下 小黑點開一下之後 上面呈現一個相關功能列 看一下最上面 這地方很容易出錯 找不到物件 這是變形 記得先點選 相關物件 參考點旁邊有個變形面板 點看一下 呈現一個 方框 XY寬高 還有旋轉 還有傾斜 那這邊這個 欄位跟這邊是一樣的 看一下 看個人的習慣 點這邊 或是點這邊都可以 這邊是XY寬高 這個 看一下 這是分離 先不管它 1234 點選物件之後 呈現一個相關功能列 然後呢 在上面這邊 有欄位 然後或者是 點選這個地方 變形面板 OK 然後呈現的是XY 還有寬高 然後這邊是 看一下 旋轉 還有傾斜 好 操作一下 比如說呢 這邊可以用手動去設定它 那這就是我設定的 看一下 這邊預設是209 不要設250好了 X250 手動打上 好 然後 好 它跑在這邊 也就是呢 XY 它是 看一下 它是一個位置移動 好 XX 那Y的話也是一樣 執行打上數字去測試 好 假設我要還原 這邊太偏了 看一下 再點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是 最底下 旋轉蠻特別的 那預設這邊是0 然後假設我給它 手動打上 或者是這邊按鈕 好 這邊都可以 有一個按鈕 比較方便 好 自行測試幾個 很簡單 那這個旁邊 旋轉的旁邊 有一個傾斜 大同小異 有負的和震的一樣 那 負20 好 成這樣 負45 很怪的話 在震的45 還原就可以 好 自行測試 20 好 這蠻有趣的 XY寬高 還有旋轉 傾斜 傾斜 很簡單 實物箱會常用到 針對的是比較局部的 個別的一個物件變形 記得要點選範圍 然後呢 相關的一個功能鍵才會呈現出來 好 等一下 在空白地方點開箱 是沒有呈現 然後再點開箱 還有呈現 一個變形面板的意思 然後 這邊上面有 可以手動打上 或者是直接變形面板 然後呈現一個 相關的一個欄文 XY寬高 還有旋轉 還有傾斜 OK 然後手動打上去設定 或者是這邊按鈕 好 有副的和震 好 這些測試即可 很簡單 這是物件變形的一個 用方法 好 以上 那待會會會練習到的 就是個別變形 因為時間關係 好 所以呢 目前練習的是物件變形 就是針對的是局部 那待會下一則是個別變形 好 好 好 太俊